自从遇到你之后 我经历了很多的第一次 无论是在喷泉 在雨中 还是在书店 我永远都忘不了 你和海豚一起开心的傻笑 谢谢你 和我发生的所有的瞬间 无论开心与不开心的过往 你都是我最不想失去的 最珍贵的人 最重要的朋友 所以 我不会做任何伤害你的事 也不会允许别人去做 对了 有一件事情 我一定要坦白 戴应熙真的不是我的女朋友 完全不是 好了 写完了 因为你把我的微信给删了 所以 第一次写信 不许怪我写得不好 晚安 落家好 我看你面色不大好啊 佳恒的事 你也别太上火了 嗯 蜜亚过后啊 公司的事情就没有停下来 加上佳恒走了 我就是压力有点大 这个佳恒 偏偏在你最忙的时候走 这是朋友干出来的事吗 到时候我帮你揍他 我太了解他了 他不喜欢的事情啊 怎么去勉强都没有用的 也是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哦 对了 余笑笑和他和好了 哦 哦 哦 挺 挺好的啊 你这也太假了吧 为守护人的开心而开心 不好吗 那你这样做的意义呢 哦 对了 程师傅 我最近有点忙啊 你帮我照看一下佳恒 什么 我照顾落家恒 一个大男人 我 我怎么照顾他 难道 我让他来我的火锅店当员工 谢谢程师傅 骆佳恒 来我的火锅店当员工 行吧 那带大小姐 好好调整状态 又叫大小姐 干吗 等着在赛场上见你呢 赛场见 程师傅 走 回来 小小 我跟你说件事 嗯 你知道金鹿主题服装秀那天 谁不在现场吗 什么意思 就是你衣服被破坏的时候 谁不在现场看秀 谁嫌疑就最大 谁啊 李智杰 我从老元那听来的 就是他 有点声 抄袭和破坏我衣服的都是他 但是这种事情吧 咱们还是得找到实锤证据才行 我得好好想想该怎么办 这种事情咱们得沉得住气 笑笑 你这下部资料拿弄的 可难搞了 袁总发给我的呀 你来一趟 笑笑 怎么能够伤心 我们要 快点 骆大美女 咱们第一次约会 弄得这么正式 这也不算正事 叫于先生过来 当然是有话要说的 是跟我有关系吗 听说于先生 最近想要经营实体 实体 什么是实体 麻将馆准备什么时候营业 麻将馆啊 你怎么知道的 不知道于先生现在 还缺不缺投资呢 投资我这边倒不是很缺的 我这边的资金呢 这里面有二十万 入股你的麻将馆 成为你的合伙人怎么样 这些钱都是给我的 当然 至少 就 我就 我想